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七十个七》 传心节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 经上记着说 从心里遥述你的弟兄 今天的信息是 上帝希望我从心底里遥述别人 你有没有试过很生气一个人? 生气到你觉得你不会原谅他 有一天,彼得就问耶稣 我应该原谅得罪我的人多少次? 七次够不够? 在耶稣的时代 祭司和拉比的教导 是人只能原谅其他人三次 所以彼得认为他提出七次已经很慷慨 耶稣不是七次 应该是七十再乘以七次 耶稣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计算原谅人的次数 我们应该心甘情愿的随事 准备原谅一个人 耶稣就说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为国王工作 他主要是负责管理国王的钱财 有一天,国王坐下看一看他的账本 他发现账本上有上百万的债务 而这个人根本没有办法还清给国王 所以国王就吩咐这个人 把他的妻子和他的小朋友卖了 还要他将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 来还钱 这个人就立刻跪下来 希望国王可以开恩 给点时间拿,求你 我会想办法还清我剩下的债务 国王知道他根本没有能力还钱 但是国王怜悯这个人 所以他将这个人的债务都免了 还将他放走 这个国王的仆人很开心 他就走了 在他出来的时候 他就遇到另一个欠他钱的人 他欠的只不过是很少数目的钱 差不多是一日的薪水 这个国王的仆人就捉住这个人 握着他的喉咙 他说你快点还钱给我 求求你,欢容我 这个人求他 给我一些时间 我会把欠你的钱都还了 但是这位国王的仆人拒绝他 他就把这个人捉到监狱里 直至他还清债务为止 国王的其他仆人 看到整件事的经过 他们立即向国王报告这件事 国王就叫了这个仆人来 你这个可护的奴才 我就赦免了你一切的债务 但是你呢 你不是应该跟我一样 连吻你的同伴吗 他只不过是欠你很少的钱 国王就把仆人捉到监狱里 我们就好像国王的仆人 他所欠的债务 是他这一世都还不起的 而我们也都好像他 但是耶稣却好像国王 原谅了我们的罪 既然耶稣原谅了我们 他也希望我们能够以恩慈 良善和欢恕的心去对待其他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